蜂蜜是一项相当珍贵的食材 在制作过程当中 容易受到气候的影响 导致产量锐减 而南投在地栗子园业者 与某养蜂业者合作 制作栗子蜂蜜 日前也进行采蜜的过程 蜜角老民众如何辨别真假蜂蜜 南投这边整片山都是有很多栗子的花 所以我们采来这边采蜂蜜 那因为在这边采的蜂蜜 栗子是非常纯的蜂蜜 我们这边的话大概放四五百箱 那这边看到的话就是一百六十箱左右 就是我们有分区域放这样 比较好工作也是分散风险 我们会有先抖蜂 再用我们的刷蜂机 把蜜蜂刷干净 这样我们才不会伤害到 在帮我们工作的蜜蜂 然后才搬来到这边 就是把槽片放进去搅蜜筒里面 然后用理行力把蜂蜜搅出来 栗子圆业者曾庆明指出 市面上流窜许多甲蜂蜜 弄无花粉的蜂蜜水 摇晃后气泡很快就会消失 而真的有花粉的蜂蜜水 摇晃后气泡则很难消失 这个蒸的蜂蜜咬一咬 因为它有花粉 它花粉很多腿 那个气泡是很慢消退 这个气泡就是它采蜜的过程中 产生的发粉 发粉产生的一个酵素 就在就是存在这里面 那如果是一般的 不是蜜蜂踩过来的发蜜 是没有发粉的 所以没有发粉的时候 它咬的时候 它咬咬咬咬 很快就气泡就摔退了 就插在这个气泡 仙芸Lensh表示 蜂蜜的制作过程 容易受气候等环境因素影响 因此蜂蜜是一项 非常珍贵的食材 也呼吁民众要好好珍惜食物 那我们在市面上 喝到非常香醇的这个蜂蜜 其实是很难得的 我们也看到那个真假 很难去分辨 今天刚好在这个 彩蜜的人家里面 来做一个拍摄过程 让我们了解到说 原来蜂蜜的一个制作过程 是这么的辛苦 从无到有 从蜂蜜采蜂 到制成我们的蜂胶 蜂王乳还有蜂蜜 其实这一路走来 都是有很多的一个门槛 很多的这个环节要做 那当我们到我们的嘴上 喝到非常香甜的蜂蜜的时候 我们更要懂得感恩 尤其是我们的真假蜂蜜 更要怎么去分辨 这个彩蜜人家 就叫我们怎么去分辨 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蛮有意思的 鲜云内血感谢叶者的用心 教导民众如何分辨 真假蜂蜜的方法 让民众能够避免买到假蜂蜜 也欢迎全国养蜂叶者 来到南投放置蜂箱 制作最优质的蜂蜜 记得兄弟兄 南投采访报道